中国外交部最近有一个报告 发布了一个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报告 揭示了美国是如何打着促进民主的房子 在全球劣迹斑斑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NED在1983年成立 由美国政府成立 主力的目标是推动民主运动 这个组织直接接受美国政府的撥款 受美国国务院和CIA都有紧密的联系 中国外交部很主动写了这个报告 有几样东西就指出这个NED 美国国家所谓的民主基金会做了什么 首先第一个就指出这个NED拆动颜色革命 最令人深刻印象就是2014年 就是这个NED 原来它是2004年开始 十年前已经开始输入资金 向乌克兰境内输入资金 十年了 十年的奸魂到2014年爆发了 乌克兰首都基库的 广场革命当时很出名 可以说是一个蓝色革命的里程碑 这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 这个港场革命2014年爆发 颠覆了乌克兰的合法政府 扶持了亲美的傀儡政府政权上场 当时事后揭发 反政府分子 就在这些港场里射杀自己人 然后嫁祸给乌克兰的合法政府 当时很乱 看到整个港场都好像 真是乌克兰的 好像是刚刚被战火洗礼 那样 其实这些情况 我们在2019、2020年在香港 类似 2019年香港最初 只是一些警察和示威者对此 但后来已经发展到黑暴 放火、扔汽油弹、扔砖 满天烟火、满天烟火 满天烟火 大家如果还记得 你想想想他的箭是可以射穿他的小腿 很恐怖 当时发展到的暴力 其实当时香港和美国在2014年 在乌克兰所搞的颜色革命 那个程度已经是相弱的 很重要 周围香港都看到 打烂了玻璃 暴徒放火、扔砖 扔汽油弹 现在想起来 也很害怕 很可怕 我当时住在湾仔 你想想我怕不怕 也不敢下街 看到那些暴徒散开 警方的屠龙小队散开 才敢下街 现在想起来 再说回中国外交部的报告 2014年 美国在乌克兰煽动颜色革命 在乌克兰的境内 大肆宣传一些虚假讯息 这些虚假讯息就是 和当地合法的民族政府对立 美国通过NED不断地出赞助 令到在国内的反政府分子 可以策划和组织行动 针对合法政府 这是第一点 我们中外交部的报告 指出NED的恶行 就是在各地注入资金 支持反政府组织 支持一个傀儡政府上场 第二点 NED在很多国家勾结 他们的代理人 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 扶持亲美势力 歪曲抹黑其他国家的人权状况 直接干预操纵 其他国家的选举 NED的前会长 格萨曼曾经公开承认 尽管NED被俄罗斯禁止 在境内活动 但没有妨碍到NED通过 远程指挥 和在境外输入资金方式 操纵各种组织 在俄罗斯境内展开活动 最终目的是直接攻击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政府 企图颠覆推翻政权 在香港蓝色革命当中 我们也看到资金 如何在外国输入 香港的反政府组织 这些钱 比如一个很大的例子 就是陈日军 陈日军 宗教代表 大大声声说 我经常收很多钱 不过那些钱用得很快 刚刚收了2500万 不过很快就用完了 你看完这些视频 你就知道得人害怕的地方 就是钱很多 但正正就是有一些人 觉得原来我标志着 反政府组织的名字 就可以问陈日军去拿钱 几十万也好 百多万二百万也好 那些钱拿了之后 你还以为不用报税 不用告诉别人你做了什么 很笨 很笨 只是挂个名字 说反政府 整个组织出来 就可以问陈日军拿钱 那时候 原来是这样也可以的 你想想 多少不法之徒 借机 虽然它未必是美国想收买的组织 但是很多人是借机 整这些组织出来 是脱税 那时候可以说 中国外交报报告提到第三点 NED是煽动分裂对抗 破坏他国稳定 NED对中国展开的行动特别多 包括扶持台独势力 勾结反中乱港势力 对中国展开颠覆性和煽动破坏行为 还有就是派出会长等高级会官员 还有就是去印度和藏独头目会面 公开支援印度藏独 藏独这个活动 就是西藏 好 报告第四点指出 NED是炮制了虚假讯息 就是固惑干扰舆论 举例说 NED十分擅长 将一些美国政府自己做过的坏事 就是在其他地方做 但是做完之后 他就会觉得 美国政府自己做就没事 其他政府做 其他地方做 他就觉得不妥 就是双标 比如 做了什么呢 垄断咨询媒体 有组织公开炮制虚假讯息 利用后满程序技术 暗中监控公民 假借环保之名 行腐败之事 藐视劳工人权 这些是斯洛登 阿桑奇 都爆了出来 美国的恶行 如何偷听 如何有战争罪行的掩藏 斯洛登 阿桑奇 幸好有你们才知道 原来美国一直都是监控 这方面做得很紧 很透切 连他欧洲的盟友都不放过 默克尔德国总理 前总理默克尔都被监听了很久 但是德国又没有什么反应 这样才是坏的 真的激死你 好了 乌日兰这个颜色革命 香港的颜色革命 好了 还有第五点 这个报告 第五点 NED借助所谓学术活动的仿指 对他国大搞干涉渗透 这些活动 就是由所谓美国的智库 或者是搞一些所谓的研讨会 或者是在当地 在地方找到一些代理人 就请他过去美国 旅游 接着见一些官员 参加研讨会 洗脑 收买 这些都是通常美国做的事 就是重点活动的目标 以乌克兰为例 NED联合美国国际开发处 在乌克兰境内 资助扶持很多个亲美组织 这些组织将会按美国的命令行事 也会担任乌克兰社交媒体上 所谓事实核查员 这些组织就说要控制乌克兰的媒体 对于一些有利政府的言论 他会出来反抗 接着就散布一些不利政府的言论 企图向乌克兰的民众灌输 亲美反政府的虚假有害信息 这是第五点 中国外交部的报告 是说了五点 美国NED 这个民主基金会所做的事 好了 中国外交部出了这些报告之后 当然美国驻华大使 这位仁兄白恩斯 当然出来说 搞错 表达不满 他就在接受《华尔加日报》访问的时候 他就说 中国现在在搞什么呢 就是在煽动中国的群众 反美 反对美国 他说中国外交部 比如发这些报告 或者中国的传媒 作出这些评论 其实就影响中美关系 他很想 原来他说 美国很想和中国的关系改善 但中国正在削弱美国 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破坏各种外交活动 白恩斯就抱怨 中国加大了对美国外交活动的压制力度 令美国外交的机构 在中国举办活动 变得举步为奸 难以进一步推广 所以说白恩斯 我想请问你 这些机构在中国做什么活动呢 推广什么呢 推广你的民主 推广什么呢 推广你抹黑中国的活动 白恩斯就说 中国现在不断抵毁美国 美国的霸权 美国的恶痕 美国在过去几十年 在全世界做的恶痕 在中东做的恶痕 在不同国家 在不同国家 在南美洲 不单止中东 在南美洲 或者是在 针对中国 如何打香港牌 如何打台湾牌 种种的恶劣行为 如何搞到很多地方有颜色革命 我们是有眼看的 看到美国做过什么坏东西 中国人民 不会因为中国政府的宣传 或者因为中国外交部出了一个报告 就会特别增触美国 而是我们看到美国在过去几十年做的事情 你做得出 就不怕认 你做得出又不肯认 还要指责中国 说中国诋毁美国 我们根据事实 你看看今次奥运会 你们做了什么就知道 赛前 已经说要找FBI 拘捕我们的游泳运动员 不让他们出赛 然后呢 续续续揭发 你兴奋劑 原来很多运动员正在吃的 因为他们病 所以可以豁免 甚至乎有些真的厌出来 不是因为病 有兴奋劑 你也照给他参加 然后那些运动员 赢了一些游泳项目 整块面是紫色的 又不解释 你做坏事 你所当然 然后又指责中国 你这些霸权行为 大家都看到 双重标准 所以不是说中国 如何宣传 如何告诉中国 民众听美国怎样坏 而是我们是 事实上是看到 你做的这么多 双标 这么多的坏事 这么多是 在地方 这么多地方 这么多国家 搞颜色革命 手法 现在大家都很清楚 你再想搞 就不容易了 所以在香港国安法之下 你首先断了资金 非法资金进不了 那些 你的代理人的组织 就断了粮 断了水 全部倒掉 那就是 以往我们看到 你泵水 或者你请 这些代理人 去美国洗脑 接着就搞这么多的颠覆活动 那就是 路人皆见了 所谓劣迹斑斑 所以现在你美国 这个驻华大使 白恩斯 说多少也没用 那就是 美国是煽动分裂对抗 破坏他国稳定 肆意干涉他国内政 不断推行颜色革命 劣迹斑斑 臭名超注 这些活动 人人都见到 你搞霸权 我们人人都见到 所以中国呢 现在呢 现在呢 今时真的不同 往日了 我们是 中国外交部 狠狠地 发一个报告出来 说你的NED 做了五样东西 五个行动 如何去 在其他国家 搞颠覆活动 这些就是 已经揭示 美国的 霸权的真面目 越来越做 越来越会做 做多一点 越来越清楚 幸好现在社交媒体这么流行 所以 美国的烈恨 越来越不容易得逞 好 接着就是说一说 俄乌 有些新消息 其实一直都在说俄乌 其实这个战事 其实是否已经接近尾声 因为刚才Anthony也解释了 其实 乌克兰 你不要以为他说 要进攻俄罗斯 境内的目标 就是 乌克兰 可能就是 最后一着 既然是 被俄罗斯 不停地 在乌克兰东部 不停地侵占土地 不如俄罗斯 如果再这样 俄罗斯 越霸越多地 不如乌克兰集中火力 不如直接去攻俄罗斯 试一试 看看行不行 好像是最后的垂死挣扎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很多欧洲国家 开始想想 是否再协无止境地去供应支援 首先 德国最近已经出了消息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 绿党和自由民主党 组成的执政联盟 就削减开支 达成一致的协议 这是8月16日 就是前日达成了协议 最终通过 2025年的预算草案 就是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将会削减一半 减至40亿欧元 即是2024年就80亿欧元 2025年就减至40亿欧元 这是德国对乌克兰的援助 德国将会优先满足 他们德国国内的其他支出 才考虑支援乌克兰 所以2025年就减至40亿欧元 少很多 因为今年是80亿欧元 但是补充一件事 就是今年的80亿欧元 这个额度已经用完了 所以今年没有钱 再援助乌克兰 接下来 由现在到年底是零 而明年援助乌克兰的计划 已经超额 超额的意思是什么呢 即是今年已经用得了80亿 甚至乎是用了 明年的40亿欧元 这边没有详细说 意思应该大概是这样 即是说今年80亿欧元 援助乌克兰 用完了 德国不会再付钱 甚至乎今年用了超过80亿欧元 超过那部分 已经预先透支了明年的压度 明年的压度 明年压度是40亿欧元 所以今年已经用了80亿欧元 凸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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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会再付钱乌克兰 如果是这样的话 德国能做这件事 其他国家会不会跟随呢 机会相当大 波兰之前已经是第一个走出来 就说我不会再付一粒子弹 乌克兰 即是波兰走出来 但后来又改口 又再付回 看到美国又放回钱 欧盟又说放回钱 但是 到现在这个地步 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谈论 就是 好战事怎么可以结束呢 现在德国就先走这一步 我就说我一毛钱也不会再付了 今年 明年的預算也会勇敢一点 只管看看 俄乌战事 可能拖不到11月 因为11月 特朗普上场 如果真的可以 他会不会立即结束俄乌乌战事 不知道 如果特朗普输的 现在选举行程 就是赫锦麗反先了特朗普 如果赫锦麗赢 那会怎样 赫锦麗赢 会不会也会结束俄乌战事 机会也大 如果他重新去想一想 那些钱花在哪里会好些呢 既然花了这么多钱 都打败不了俄罗斯 那这个也是 你也要接受的 难道你再继续赔钱下去 继续拖延战事 直到要打敗俄罗斯为止吗 现在你看到就算是怎么打 你也打不赢 就是打不敗俄罗斯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 他连是最初的目标 他也应该是达到的机会很微 就是打敗俄罗斯 这个机会是相当微的 这个战事继续下去 那有什么得益呢 没有人得益 得益就是美国的军火箱 和美国的天然气箱 但是也赚得不少了 现在 好了 有时间也讲一下 刚刚看到今早有个视频 出了来 就是关于熊猫 阿阿 都讲了一点 这件事 就是因为你已经提到 一个层面 就是说美国的田纳西州 曼斯菲动物园 他在2003年 就开始养阿阿阿 当时阿阿阿三岁 大猫是一个狗 rolled around 2023年 一亩合拍的大猫 偶像是一蜘蛍being 的大猫 二千年才在北京出生 3岁的时候 面張的是美國田纳西州 幻思菲动物园 直养 那当时他和他在一起 就是盘子 大猫白 parallels 但是阿白战 是去世 然后 之后就被人发觉阿娜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乐乐去世就不开心了 屈屈寡欢 阿娜就销售得很重要 而且是有皮肤病 你看到这个是去年3月的时候 阿娜在美国田立西州 这个动物园大家看到也很伤心 因为阿娜已经23岁 红猫来说就等于人类超过60岁 又老 又皮肤病 又瘦 你还看到有个肚腩 整只红猫的状态是很差 加上她的盘子落落去世 很孤独 所以当时有人拍了这些照片 就放在社交媒体 当时中国的网民就很大反应 其实当时有很多消息说 美国田立西州这个动物园 是虐待我们的熊猫 我们的国宝 所以令到她这么瘦 又有皮肤病 另外阿乐乐死 应该都是美方虐待她的了 中美关系不好 美国要虐待在中国的熊猫 当时一些爱国的网红 在中国的网络上有这样的看法 这样说 其实不肯定是否这样 因为 其实 阿乐乐在美国 田立西州已经20年 如果美国真的要虐待她 就不是今天才虐待她 没有证据呢 我们不知道 可能真的是阿阿年老 或者阿乐乐的盘死了 她不开心 不想吃东西 还有有皮肤病 原来其实是这样的 现在就看回 其实四川 处理熊猫的一些专家 其实是有定期去美国 去探阿阿和乐乐的 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会留意着她们的 在家的饮食 她们的健康状况 她们有没有皮肤病 她们的食欲 或者她们的牙齿 状况很不好 她健康情况是有跟进 一直都有跟进 但是可能是真的2023年 因为阿乐乐死了 阿阿就真的不开心 所以就 不是很想吃东西 加上当时是 幻想了皮肤病 所以这张照片拍出来 大家就很气愤 为什么你美国养我们的熊猫 养成这样呢 所以最后就是决定了 中国政府就是2023年4月 7日其实是合约到期的 其实合约就是这样的 2003 阿阿去到美国 十年 到2013年 十年满了 就继约十年 即是2023是到期的 所以2023 当我们看到阿阿的情况比较差 加上 所以 总共是20年 那个租约是到期的 所以 2023年4月 中国接花阿阿阿回去 都是合理的 就未必是因为阿阿阿的情况比较差 而根本是租约到期的 租约到期之后 阿阿阿回到中国 给近况大家看看 大家会很开心的 因为阿阿阿阿 就立刻 立刻变得肥肥白白 现在基本上 健康情况相当好 据说 他的健康很好 他的牙齿的力量很大 食欲很好 他导致他毛发脱落的皮肤病 就是毛发脱毛 皮肤病都医治好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消息 所以暂时来说 我们看这些图 或者看历史 我们不可以 没有证据之下 说田立西州 是虐待我们的丫丫熊猫 可能他当时有些抑鬱 有些肥肤病 而且合约完了 接着我们接回来 就不是说 因为美国 虐待员不要 扔回中国 不是的 是合约完了 刚刚二十年合约完了 所以中国接回来 也很开心看到 现在健康情况相当好 好了 今天有时间来说 这个花边新闻 另外 体育消息 就是 我们现在等着十月 十月全运会 就会举行 香港也有份举办 某些项目 现在开始招募义工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连续十几天 你不妨去应征做义工 另外英超 就是星期六 开了楼 应该是星期五晚 或者星期六凌晨 香港时间 曼联就赢了富咸1比0 昨晚又有几场球出来了 就是阿仙奴 阿士东维拉 利物浦全部都赢了 今晚就有一场大战了 车路士大战 万识11点半 应该相当好看的 英超又开罗了 大家 足球迷 欧洲国家杯看完 立刻 就可以有英超开罗 你可以说 凳些球员很惨 但是 球迷就开心了 又可以立刻看播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 都有视频看的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是财经类别 有陆宇人金融HiT 和上风的投资攻略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更多的节目 多谢大家